嗨大家,我是Mita 今天呢,終於終於要來跟大家分享喔 縫雙眼皮的一些心得 那我其實真的拖蠻久的 距離我縫雙眼皮已經經過了一年十個月 快要兩年的時間 那我為什麼會拖這麼久才跟大家分享 其實是因為我當時啊,在要縫雙眼皮的時候 也就是上網找很多評論啊 看很多youtube的心得影片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影片其實都是 縫完一個月啊,三個月啊 就是很少有那種 縫超過一年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就會有一些覺得說 會不會一年後的串品就掉下來 那個高度到底會降多少 或者是降的時候呢,兩邊眼睛會不會長不一樣 就是有各種很擔心以後的想法 而且尤其是這種動手術的東西 我也希望自己就是感受比較久之後呢 再來跟你們分享心得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別忘了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們分享更多的即時動態 或是你們有任何的問題呢 也可以直接到IG私訊給我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 經過了快兩年 我覺得目前的雙眼皮高度呢 跟我當初縫完大概半年後是差不多的 整體的復原狀況非常滿意 而且眼皮上也幾乎看不出傷口 跟你們分享個小故事 有一天呢 我媽就抱著一個自己身很好的心情呢 看著我說 你的雙眼皮真好看 我說 你忘了我有縫雙眼皮嗎? 結果我媽真的忘記耶 可見呢 這個雙眼皮真的是 非常的自然 那我所謂的自然呢 並不是說它的摺線寬度是很自然的那一種 是我覺得它看不出來呢 是用縫的 它雖然是寬的雙眼皮 可是基本上呢就是沒有太多的 肉條感 然後也沒有那個傷口的痕跡 摺線呢也沒有奇怪的凸起或皺褶 反正就是我覺得非常看不出來 當初呢我就想要有這樣寬寬的雙眼皮 因為我覺得我的五官啊 臉啊都是偏大的 鼻子也大 然後臉也大 眉毛也是很粗 所以我覺得自己適合就是比較寬的雙眼皮 那縫出來呢跟我當初想要的效果就是 完全一模一樣 在我要去縫雙眼皮之前啊 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啊 這樣就會說 你原本就有雙眼皮為什麼要縫 但其實我原本的雙眼皮 你摺線非常的淺 就是它的摺痕不深 所以很常會因為我哭過啊 或是吃宵夜水腫啊 沒睡飽 隔天起來那個摺線就不見了 或是跑一個位置 然後大小眼就會非常的嚴重 兩邊就會長得不一樣 然後有時候甚至會有一點點 就是快要沒有雙眼皮啊 很拋這樣子 前幾年呢我就會用雙眼皮貼去調整它 可是我覺得貼雙眼皮貼很看運氣耶 有時候眼睛太腫太拋的時候 蒜皮貼上去就會很明顯外露在外面 或是整個眼睛啊 那個才像是割過的感覺 就是很腫很肉條這樣 就貼起來反正就是沒有很好看 可是不貼呢 又大小眼在那邊拍照啊 或是什麼都非常明顯 而且貼久了啦 其實眼皮就開始鬆弛 我這一眼啊就開始呈現一個 怪怪的狀態 有時候起床 它就是非常的降下來 就是很奇怪 兩眼就是很不平均眼睛的變小的感覺 所以呢 我才會想要去縫雙眼皮 可以省去我貼雙眼皮的時間 而且起床呢 就可以有一個漂亮對稱的雙眼皮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挑選診所啊醫師 那其實呢 我就跟大家一樣 就是上網爬溫 看大家推薦的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大家一定要看醫師的作品 有一些醫師他可能是專門做那種 上鏡頭很寬很浮誇的網美雙眼皮 拍照可能會很好看 但是你可能呢 就是喜歡比較自然的雙眼皮 那你去找這個醫師 可能效果就會不如你的預期 我自己呢是諮詢了三家診所 那有一家呢 他其實是有建議我做體驗機加割雙眼皮的手術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這樣的費用比較高 再來就是因為是割雙眼皮嘛 所以呢 他的復原期其實會比較久 可能要三個月半年 甚至一年才會是一個比較自然 真正最後術後的樣子 最後呢我選擇的是第三家 我去的是金黃美醫 然後選擇的是陳偉農醫師指刀 那這完全沒有業配喔 都是我自費的 而且我後來聽說 這位醫師的諮詢時間 其實已經排到明年底了 這樣想想我就覺得自己還蠻幸運 當時在諮詢的時候啊 陳偉農醫師他就是一副很有自信的說 我不需要提眼機 用縫的就可以很好看 然後在模擬的時候呢 也完全是我想要的樣子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醫生的態度他非常的有自信 不是討人厭的那種自信喔 他只是很有自信 就是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這樣子就會覺得 欸比較放心 手術的當天呢 醫生一樣會在我臉上就是化現 再模擬一次確認 這個是我想要的雙眼皮寬度啊高度 那我記得我縫的是一公分的寬度 我覺得醫生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當初模擬的樣子啊 其實就是我最後手術完的樣子是差不多的 手術的過程啊 其實就是痛感居多 不舒服的感覺大於痛感非常多 那會先在眼皮打幾針麻醉 然後呢就會塞一個很像保護眼球的隔板 這是我最不舒服的部分 因為那個異物感啊就是非常重 然後我有一眼可能就是比較敏感吧 所以塞下去之後我眼睛就不自覺的會一直流眼淚 那一直流眼淚會影響到醫師手術嘛 所以呢就是因為這比較緊繃啊 又流眼淚的關係 我最後這一眼就是有淤血的狀況 我現在封完了 然後我早上9點到大概11點封完 然後我現在右眼呢就是已經整個腫起來 然後還有瘀青的感覺 然後我是有縫線的 所以要拆線 現在很腫 然後覺得眼睛有點痛痛的 然後有點打不開的感覺 好我要去休息了 這一眼呢有蠻明顯的瘀青在眼頭 那據醫生的說法就是有碰到鞋罐嘛 然後再加上我在做這眼的時候真的很緊張 然後眼淚也一直流 然後就是身體很緊繃的狀態 那我看很多人的分享經驗就是 你在手術的過程呢 越放鬆 就是越不要亂動 然後越不要去緊繃它 淤血的機率呢就會比較低 就不會術後就是眼皮這邊有那種黑黑的這樣子 術後呢我幾乎就是一個正常出門的狀態 但是不能戴隱形眼鏡 然後就是早晚啊 就是用棉棒食鹽水去清潔這個傷口 然後輕輕的滾動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很用力的去挖那個線頭的地方 然後呢有時間就冰敷 既然是一個小時可以冰敷十分鐘吧 然後有空就冰敷多休息 那一週後呢其實就可以拆線了 拆線的過程超級超級快 大概五分鐘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不舒服感 就是有一點拉扯感 那拆線之後呢其實看起來就會比較不明顯 除了因為我這裡有淤清所以比較像是眼睛被皺了一層的感覺 那其餘的部分呢我覺得就不會很明顯 然後就是一樣是可以正常的化妝拉出門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的眼睛 我昨天去拆線了 就是看起來是腫腫的 然後這眼也是有淤清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我準備了一些就是術後啊 這一年十個月間雙眼皮的一些變化的照片要跟你們分享 高度呢當然就是有降一些 但是其實跟我當作模擬的樣子呢是差不多的 到目前為止都非常滿意 那這個雙眼皮我覺得非常適合我 我自己也很喜歡 而且終於不用再貼雙眼皮貼了 而且我覺得縫完的效果啊 就是比我自己貼雙眼皮貼還要好看 那雙眼皮的高度呢 我猜目前大概可能就是這樣子 之後呢就是會隨著我的年齡拉 老化拉 揉眼睛那些生活習慣 他當然會慢慢的鬆弛 所以降下來 以上呢就是我縫完雙眼皮一年十個月的心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是雙眼皮的高度的變化 那其實一開始你可以跟醫師溝通 因為我有跟他說我擔心之後會降的太自然 但其實呢醫師是依照我當初模擬的狀況去縫的 所以呢是從一開始術後就是很腫的狀態呢 那是因為那是手術的關係 並不是他要幫我縫的寬度 最後呢才降到是真正他縫給我的寬度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如果太腫 然後比較不自然的話也不要擔心太多 那給大家的建議呢就是一定要多諮詢幾家 然後多跟醫生聊聊講你的訴求 而且一定要看醫師的作品 然後我覺得能夠聽進你的需求呢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就跟他說我想要寬的 然後是比較開放式的雙眼皮 然後是怎麼樣怎麼樣的我都有跟他講的很清楚 而且我覺得醫生呢能夠聽進你的訴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自己也要先搞清楚 想要什麼樣的雙眼皮 開放式封閉式 眼尾比較寬調還是怎麼樣的 就是自己先搞清楚自己的訴求 然後在模擬的時候呢就是好好的看仔細 確認是你自己要的 那醫師能夠聽進去也很重要 不是一味的做他想要的可能大雙眼皮啊 網美雙眼皮之類的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就是有幫助到大家 大家如果對於封閉皮要什麼問題 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或是到IG私訊給我都可以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